想要养好这个金钱树 你得先了解金钱树 给它解剖一下 更利益你去养护 咱们看金钱树这个根 右头的 是吧 按住按不住 弹性非常好 肉质根 根系里边储存大量的水分 那么肉质根 像那种比较肉的 咱们常见的 兰花啊 贵贝竹啊 天堂鸟啊 君子兰啊 是吧 都是这种根系 这种根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怕积水 所以说咱们种植这个金钱树 选择土壤的时候 选择花盆的时候 选择排水比较好的 以预防积水为首要目的 预防它积水 导致的这个根系 哦坏烂根 要做到预防危险 那咱们再看这个静干啊 给它一刀 有人说挺好的花 又给砍了啊 拍视频就给你们牺牲一下 静干里边这里边是什么 大量的水分啊 这个静干里边 肉肉的储存 大量的一个水分 那这种静干它怕什么 是不是和根系一样啊 怕不通风 怕哦烂 是吧 所以说咱们种植的时候 怎么样 浅埋浅种 你种伤了以后 那么静干里这一节 它就会处于 比较潮湿的土壤当中 如果说 使那通风条件不好的情况 那么它烂静啊 烂静以后会倒伏 静部会腐烂 如果咱们发泄晚了 浇水以后 这个菌会顺着这个水流 到根系周边啊 最后根系 受到这个病菌的侵蚀 它也会腐烂 像大膝胃一样 胖胖胖的 基于金钱树的这个静干 还有这个根系啊 那么咱们得出结论 金钱树耐旱啊 因为水分存储是非常强的 那么通过这个特性 那么咱们浇水的时候啊 肉质跟胖烂 再加上储存水分能力强 土壤偏干 整体养护 咱们可以去偏汉氧 一听偏汉氧啊 有些人高兴了啊 行我不浇水了 干到极致了啊 干到极致当中的极致 是吧 根都汗别了 你看不着 那这静干倒了 这棵树四样八叉的啊 这这叶都这样子的 搭了这啊 那就是汗的太猛了啊 别达到极致 那么略微偏汗一点 不积水 略微偏汗一点 就可以 金钱树遇到比较多的问题 就是金钱树的一个黄叶问题 啊 这个叶片比较多 金钱树黄叶啊 有几个原因啊 那第一个就是啊 底部的零星的一个黄叶 那么就是这个缺水啊 就是刚才说的 汗到极致了 缺水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新党的叶片 整理发黄 新叶整理发黄 那么一般情况下 是这个光线太暗 很多人说这个金钱树 它是非常吸阴的一个植物 你注意啊 它不是吸阴 它是相对来说耐阴一些啊 耐阴不是吸阴 那么出现这个 整个字条片黄 那一般情况下 就是它这个 你家里摆放的一个位置啊 对它来说 这个光线不够 那么第三个黄叶 就是什么 黄叶带黑表的这种啊 有一有一些小板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夏天阳光过于强烈 晒出来的啊 晒出来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光照过强了 那么咱们区分开这三种黄叶 那么金钱树 想养的它这个叶片 又大又绿又厚啊 我一般都是浇水 就对点这个养液啊 一比两千到三千对水 浇水就给 十天浇一回水 我就十天给一回 浇水就给肥 那么这样它新长 它的叶片啊 就会厚很多绿很多 然后新牙穿的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整体来说 金钱树相对是一个懒人 养护的一个植物啊 放在一个明亮的 散射光的一个位置 咱们适当的 平时的时候给它适当的转转盆 每周转一回 这个偏旱去养护 肥料跟上 那么它基本没什么问题 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